中天主播卢秀芳响英旺旺孝倾讲,他说,自己当了父母之后,才知道父母有多辛苦,他认为孝顺最重要就是陪伴,以前年轻的时候,休假说要陪爸妈,他们都说不要,不要,我想说不要也好啊,我就出去玩,后来才知道,爸妈是心疼他上班辛苦,希望他休假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,他坦言因此错过很多与爸妈相处的时间, 自己当妈之后,卢秀芳感叹,以前觉得稀松平常的事,其实并不简单,我妈妈是个女强人,一个人管理一整个工厂,但她每天早上都是四,五点就起床,替儿女做便当,还要弄早餐,同学到学校要热便当,我的便当都不用热,打开来永远有鱼有菜有肉,我一直到高中都还在带便当,她说自己只做一个便当就快要厚得不住, 妈妈竟可以一次准备三个孩子的便当,而且从来没有听她喊过苦,卢秀芳与老公徐志一遇有一对子女,女儿MIMI15岁,儿子微微13岁,她说儿女很乖,感觉不出有叛逆期, 她因为从事新闻工作多年,职业态度已深耕在日常生活及个性上,她有时讲话或是走路速度太快,女儿都会提醒她,你现在不是在上班窝,希望她可以放松心情,放慢脚步。 她最近不时问儿女妈妈对你们好不好,令儿女一头雾水,她才说,因为我最近看到一句话,儿女像是父母的影印机,没想到女儿反应也很快,立刻回她,如果印坏了怎么办,让她哭笑不得。 卢秀芳在高中时,曾参加学校的校刊社,并访问过知名作家张晓峰,后来也担任过台式新闻主播与气象主播。 1997年的时候,又转投东森新闻台,长期担任东森晚间新闻的主播,并同时担任节目主持人及制作人。 在此期间,曾制作过各种专题的节目,收视均不错,也非常受到观众的推崇。 2009年3月底,刚和东森续约后,却意外闪电请辞。 接着在同年5月1日,于中天新闻台复出荧光幕,接下中天晚间新闻的黄金时段,并表示未来的新闻取向将会以人为本。 作为少数大牌新闻主播之一,卢秀芳不仅学历高,长相在女主播中也是比较出众,而且主持节目时常常口若悬河,语言组织能力极强。 事业奋斗成功的同时,他也凭借自己的美貌,以及欲勤故纵的手段,成功俘获了前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的儿子徐志一,成功踏进了有钱有权的豪门望族。 之前他做客节目你好妈妈的时候,不再是新闻女王的身份,而是单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,在节目上分享自己成为母亲的心路历程。 在节目刚开始他就直言,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趣的妈妈? 不过他所说的有趣比较奇怪,因为当别人的孩子还在追着妈妈想听床头故事时,他的孩子们却已经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,开始听起了床头新闻。 而在家中,他也总是发挥专专业,将日常发生的新闻大事讲给老公和孩子听,以此来教育孩子,网友们也纷纷都说卢妈妈真是独树一帜。 他还称,生孩子是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事,不仅仅是因为爱的传承,也因为这是对原生家庭的和解。 对此他解释道,许多女孩,直到自己生了孩子后才开始懂得体谅妈妈,她也是直到自己做了母亲,才懂得了这个道理。 卢秀芳还借此自报,当年母亲生下她的时候,是工作最忙碌的时期。 父亲是军人,长期不在家,家中还有两个姐姐,三个孩子令母亲分身乏术,于是将最小的卢秀芳交给了保姆照顾。 这种照顾不是保姆来家里照看几个小时,而是吃住都在保姆家中。 母亲因为工作忙,离保姆家也有些远,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,于是只能一个月去看望她一次。 这种犹如陌生人的生疏感,一直持续到卢秀芳自己成为母亲后才停止,因为她也常常忙碌到无法顾虑孩子, 所以终于明白,如果不是不得已,绝对不会愿意忍受骨肉分离的现实。 但是她和母亲都没有深刻谈过这个问题,后来母亲失智,只记得电视里的女儿,当她本人站在母亲面前时,母亲却认不出来了。 不过没有说出口的抱歉,她也表示并不遗憾,因为她认为母亲一定懂她的苦。 其实在她心中,妈妈还是好母亲,她也正是用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,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 而教育的传承,也意味着释然。 也是在体会到母亲当年的心理后,终于喊了母亲一声妈妈,至此达成和解。 其实当年在卢秀芳获得旺旺孝亲奖的时候,她就回忆过年轻时与母亲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,也趁机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歉疚。 以前年轻的时候,休假说要陪爸妈,结果他们都说不要,卢秀芳就想不要也好,所以每次有空就出去玩。 后来才知道,爸妈是心疼她上班辛苦,希望她休假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,因此她也坦言只顾自己娱乐,错过了很多与爸妈相处的时间。 同样是自己当妈之后,卢秀芳才感叹,以前觉得稀松平常的事,其实并不简单。 回忆起妈妈忙碌的那段时间,一个人除了管理一整个工厂,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后,要先提三个孩子做便当,还要弄早餐,而且从来没有喊过苦。 现如今,卢秀芳与老公育有一对子女,可能是因为教育得当,所以儿女都很乖,感觉不出有叛逆期。 值得一提的是,她因为从事新闻工作多年,职业态度已深耕在日常生活及个性上,有时讲话或走路速度太快,女儿都会提醒她,你现在不是在上班。 但她与孩子之间,也会发生一些趣事。 有次卢秀芳问儿女妈妈对你们好不好,顿时令儿女一头雾水,随后才解释道,因为最近看到一句话,儿女像是父母的影印机。 没想到女儿立刻回她,如果硬坏了怎么办,一度让她哭笑不得。 值得一提的是,或许是遗传了妈妈的女强人风格。 卢秀芳的大姐为现任台中市市长卢秀燕,二姐则是灵阳公司的董市长卢秀灵,三姐妹每一个都是成绩斐然。 从业多年,卢秀芳采访过各界人士,也曾采访过自己的大姐卢秀燕,当时在录影前看到大姐踏进摄影棚。 她赶紧上前迎接病地上水杯,卢秀燕边喝水边笑说,我大概是这个节目最大牌的来宾,主持人还亲自伺候茶水。 卢秀芳就赶紧接话,大姐来了,我是静芝,爱芝。 卢秀芳听了则笑回,你确定没有恨之,感情好的两姐妹一见面就忍不住一搭一唱的逗其嘴。 其实卢秀燕过去也是新闻记者,主播出身,从政资历已逾二十年,生涯中曾经十八次获得第一名优秀立委。 但是访谈中卢秀芳曾不小心口误将次数说成八次,卢秀燕就忍不住当场对着镜头纠错,卢秀芳还笑说回家跪着道歉。 不过首次接受妹妹专访,卢秀燕对妹妹的表现可是赞誉有加,她表示自己因为工作太忙,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,结果没有想到,妹妹现在简直就像金庸小说里面的男主角一样功力大增,更是声称已经到了初神入化的程度,非常引以为傲,也会以她为荣。 卢秀芳在一旁则装作不好意思地说,其实我今天只发挥了三成,瞬间让全场报效不已。 她也在节目中透露,在她眼里姐姐就是个完人,因为姐姐在家里一姐一母,洗衣煮饭什么都会做,小时候姐姐还会趁妈妈睡着后,爬起来洗马桶,刷地板,妈妈早上起床后疑惑为什么这么干净,后来才知道是姐姐的功劳。 而董事的卢秀芽不只会帮忙家务,对妹妹也十分照顾,卢秀芳的书桌和文具也被姐姐整理过多次。 此外,卢秀芳大学毕业后刚入行,报酬也不算差,但姐姐依然每个月给她五千元的零用钱,还带她去买衣服和化妆品,连做头发都是姐姐出的钱。 甚至到现在,两姐妹一起出去吃饭,也都是姐姐付钱。 现如今,姐妹俩虽然平常工作忙碌,很久才能见上一面,待每逢寒暑假就会相约带着小孩一起出游。 此次访谈结束后,两人也开心合照留影,但因为卢秀芳高一些,一度让卢秀芽要求妹妹脱了鞋才能照,而卢秀芳也马上听话打吃脚上阵。 回想成长过程,姐妹俩也道出身高差距的真相。 小时候妈妈很忙,卢秀芳又很爱哭闹,大姐常常都当马给她骑,所以长大后大姐都说是被她压矮了。 事实上,卢秀芳之所以在主播这个行业中顺利发展至今,与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,从她与姐姐和谐的相处方式中就看得出来。 尽管她与母亲之间曾经有过嫌隙,但依旧享受到了父母给予她的爱意,也感受到了来自姐姐的关怀与呵护。 而品格如此端正的卢秀芳,未来也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,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和支持。